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段 丈夫因癌症去世 给她留下百亿家产 第三段第四段 往下后 越离谱 要当上流社会人士 第一就是要有钱 这是许淳美的口头禅 因为她真的是穷怕了 1957年 许淳美出生在一个特别贫困的家庭 她排行老大 下面还有四个兄妹 不仅为了养活母子三人 急早贪黑在原山动物园帮游客拍照赚钱 并常常遭到客人辱骂 有一次 举妇帮老外拍照时起了争执 老外叫嚣着准备干假 她爸爸吓得扑通跪在地上 一个劲地求饶 这一切都被在一旁玩耍的许淳美看在眼里 那一刻 她暗自发誓 将来一定要做个有钱人 小时候 父亲每天给她五毛台币的零用钱 要存五天才够吃一碗羊春面 但她却把钱存起来 舍不得去吃 小学时 她看同学吃面包 忍不住问 可不可以借我两块钱 同学不屑说 滚一边去 穷鬼 后来 坐上富婆的许淳美 开着奔驰回老家时 看到当年辱骂她的同学 急着脚踏车惊扫露面 她感慨地说 人世间的变化真大 如今我开着奔驰 你却沦为清洁工 许淳美为了替父亲减轻负担 到工厂做铜工 以补贴家用 操作机器时 差点把拇指切断 在西餐厅打工时 被乌赖偷吃冰淇淋 被大唐经理辱骂后 流着泪跑回了家 然而 贫穷就在她结婚后 彻底扭转了 做到富婆的她 从此开启了自己悲惨的一生 第一段婚姻 因被侵犯怀孕 凤子成婚 持九岁时 不好李文青 垂涎许淳美的美色 霸王硬上工后 她怀了孕 没办法只好从了李文青 婚后 她从穷鬼变成了破太太 但痛苦也找上门来 没多久 她先后生了两个女儿 生完孩子后 李文青开始厌弃她 并经常夜不归宿 更可怕的是 有时候还对她家暴 忍无可忍之下 举纯美选择离婚 但是 离婚后她又跟李文青同床了一次 算是为这段婚姻画了个句号 然而 又怀孕了 她一边自嘲自己真倒霉 一边说李文青 枪法真准 于是 她给李文青打电话 问怎么办 没想到李文青恶狠狠地骂回去 那是你的事 我现在准备结婚了 后来前夫另娶的太太曾来找她 举纯美说 我崩溃了 她娶了老婆居然比如花还要丑 让我很自卑 之后 举纯美再嫁 让儿子随第二任丈夫姓郑 并把她送到了日本 多年后 提起李文青 她说 我恨死她了 夺走了我的处女生 还天天打我 第二段婚姻 丈夫因癌症早逝 有百亿财产 离婚后 许淳美经营一家登店 不久后和家大业大的顶级富豪 郑其松一见钟情 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据她说 郑其松在日本有六栋摩天大楼 在台湾有三十多家商铺 但是 轻轻我我的日子没过多久 这位东京大学法律系博士毕业 看起来温文尔雅的郑其松 便暴露了有钱人一贯的通病 在外面偷吃 许淳美知道后 直接跑到银行 大闹特闹 最后把那个女的逼到跳河 眼中的狐狸精刚死没多久 许淳美就生下女儿小云 然而 她却把今生女儿抛弃了 让她自生自灭 因为 她认为小云是个狐狸精投胎 来找自己报仇的 2002年前后 郑其松因癌症去世 给她留下了几百亿台币的家业 郑其松是她最爱的男人 她说我老公太帅了 气质 脸蛋和身材 宁过香港四大天王 但丈夫去世后 报复的许淳美生活过得乱七八糟 第三段婚姻 为包恩以身相许 被丈夫捉奸在床 第二任丈夫死后没多久 45岁的许淳美开始了 用钱买爱的不归路 2002年7月 许淳美和胡海明结婚 南方比她足足小了12岁 这非常符合她的择偶标准 一要年轻 精力旺盛 二要帅气 看着舒服 婚姻期间 许淳美送给南方一辆 驾持450万的奔驰房车 及200万现金 并且月付5万元 不过 许淳美并不爱黄海明 嫁给她完全是为了报恩 因为最爱的男人 郑其松去世后 她非常伤心 吞药自杀时 黄海明救了她的命 既然不爱 那肯定身在曹营 心在汉 而这个汉子就是牛郎林宗一 当黄海明带着警察 出今在床时 许淳美却搞笑地说 我们只是在盖棉被纯聊天 2006年3月 夫妻两人闹上法庭 这段婚姻 也因为许淳美红杏出墙 而宣告终结 第四段感情 登报征婚求姻缘 被家暴摔伤鼻梁 离婚后 许淳美和林宗一走到了一起 不过没多久就被抛弃了 心情低落又寂寞的她 望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登报征男友 德国留学归来的邱品瑞 进入了许淳美的视线 这个男人比她小25岁 是兼职模特 178的身材超棒 这段感情两人 是个齿所需 许淳美喜欢邱品瑞的身体 而邱品瑞喜欢许淳美的金钱 邱品瑞喜欢赌博 有一天输了100万台币 回到家后让许淳美 打开金库给她拿钱 许淳美说不知道密码 她就把瘦小的许淳美举起来 重重地摔在地上 导致许淳美脑震荡 连鼻梁都歪掉了 这段曾在台湾娱乐圈 闹得沸沸扬扬的姐弟恋 仅仅维持了三个月 就不欢而散 然而 这并没有阻挡许淳美 烈焰小鲜肉的脚步 第四段婚姻 在恋小鲜肉助理 仅仅18天后离婚 与邱品瑞分手后 许淳美和助理 蒋青泉搞在了一起 蒋青泉比她小23岁 但许淳美坚信 金钱能买到真爱 然而 这段婚姻就像过家家 简直就是儿戏 仅仅维持了18天 便携一离婚 第五段婚姻 吃起回头草 再次恋上旧情人 2007年 50岁的许淳美 已年过半百 手握巨额财富 本可以安享晚年 但她哪里耐得住寂寞 不枕难眠的许淳美 又想起了自己的老情人 林宗一 而这个小她27岁的小鲜肉 并不爱许淳美的人 不仅仅是看上了她的钱 许淳美是用2000万元台币 成交了第五次婚姻 每个月付给这位小鲜肉 20万台币生活费 虽是买房老招 但金额是前夫 蒋清泉的20倍 足见林宗一 在她的心中的地位 然而 痴迷期货的林宗一 欠下两亿台币债务 但许淳美 还是对她不离不弃 帮助偿还 然而 林宗一在许淳美 帮自己还完债务后 寄她而去 2008年11月 两人协议离婚 但渴望被爱的许淳美 依然和林宗一 保持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同居 因为她身边不能没有男人 在接受采访时 她说 只要是帅的 没有钱也可以 水电工也可以 欢迎大陆心地善良的帅哥 写信来追求我 但要付上自己的照片啊 我的地址是 台北市 或许真的是被男人伤透了 这位2003年台湾金旅奖 最佳女主角得主 患了忧郁症 曾准备跳楼时 幸好被外傭抓住 劫后余伤 她开始潜心礼佛 她曾宣称 做人第一要有钱 没有钱怎么可能有爱情 她也曾透露每个月 买衣服花费上百万台币 经常参加上流社会的晚宴 她吹嘘地说 我通常要站四个小时 给粉丝签名 合照 粉丝很崇拜我 最夸张的粉丝脱掉上衣 叫我在她身上签名 还跟我说 这辈子都不洗澡了 她自称自己比林志玲还漂亮 在台湾自己的名气最大 不过有段时间 她患了重病 终于老实了 然而 康复了以后 耐不住寂寞的许淳美 又开始兴风作浪起来 2018年 61岁的她再次 对媒体宣称争男友 不过新男伴的标准 依然不减 家世清寒 不读她钱 长相清白 不过 这次许淳美可能真的要收心了 在接受采访时 她宣称 我现在对新生活 一点兴趣都没有 一个人睡觉好快乐 再交男朋友 不得好死 然而随着名气越来越高 也有不少民众 对她相当无法谅解 不只是高调炫富的个性 为了男人冲婚头的爱情 更是因为当年一个小女孩 被警方发现 在大卖场连连长达一个月 而这个女孩 就是许淳美的女儿 当时爆出女儿流落街头 在社会上引发轩然大波 纷纷踏罚许淳美 为人母却心肠歹毒 只在意自己的幸福爱情 却把可怜的女儿丢包在外面 许淳美曾说一切都是因果循环 因为小云是生来讨债的恶鬼 也因此对小女儿 有如此偏差的对待 小云也经由法院转介 安置在新竹学习成长 小云被发现在卖场榴莲 后来被安置在新竹念书 后来念才艺班 考上了高职 生活过得不错 许淳美曾召开记者会 除了讲述佛学大道理 和历任男友的爱恨情仇外 外界最关心的就是她和小女儿 小云的最新关系到底怎样 许淳美谈到女儿表示 母女俩最近比较常通电话 现在每个月还会给她 两万五千元的生活费 过年的时候 还希望她和男友 可以回家吃年夜饭 也在经过14年后 首度希望女儿 可以搬回家一起团圆 不过小云对许淳美的邀约 一直婉拒 并表示 新竹已经住习惯了 暂时不考虑回台北和妈妈住 许淳美也似乎 逆了送钱给男人 对于要不要留财产给小云 她说会考虑 购乎一栋房子给女儿 去推估房价约上亿元 许淳美如今 则大彻大悟 想挽回母女间的情分 但感情一事 也不是给钱就能解决的 只能祝福她们 彼此能放下隔阂 好好弥补自己 失去的那些幸福时光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